哈喽 音乐台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演员李信 其实平常自己要拍照什么的 我会找一些角度 我觉得首先不需要给完整的脸 如果给完整的脸其实不好玩 然后我也会用一些比较 就是模糊的状态来 其实是比较有意境的 像无意间可能露出半张脸 或者是只是很随意的表情 咔一张 然后我觉得就还挺好的 就比如像这样 就很随意 就不需要特别刻意然后去拍 还有比如说像 它进入设置模式 比如说像 肯定大家都知道是从上往下拍 肯定会好看些手 对啊 所以也是侧面露出来一点 45度角就好 对 还挺好的 当然前期条件是 你最好能把自己稍微捣出一下 比如说像发型 比如说像造型什么的 像 其实我自己有的时候 我觉得留胡子会拍的会好看一点 因为觉得那个状态会显得稍微邋遢一点 但是邋遢有邋遢的美 邋遢邋遢的帅 还有的话我觉得像 我喜欢拍一些特别怪异的东西 比如说就只露四分之一啊 脸啊什么的 就像这样 我觉得我可以用想方设法的去 可以有很多的修它的一些 比如说硬死啊 或者说是一些软件 可以把这个东西修得很好玩 然后我觉得都是一些创意 当然如果是错误的示范 我觉得可能就是从下往上拍这种 这种鼻孔啊 这都是错误的示范 你要拍吗 要拍是吧 对吧 就比较丑啊 最好不要从下往下拍 除非你有足够自信 脸足够瘦 还有就 错误的自拍 我觉得有一种是 不是自拍啊 就是可能是别人拍你的时候 你觉得 然后别人是这么扶着往下拍 特别容易把你拍得特别矮 所以一般的话 我是觉得 如果你要拍别人的时候 最好是 把你的脚放到最底下 然后稍微仰一点的拍摄的时候 你基本上就都是大长腿了 对 哈喽 所有的粉丝 移民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李宪 因为能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然后有很大一部分原因 是因为有你们在背后的支持 不管是在我在很辉煌的时候 或者是在人身低谷的时候 你们都在背后默默的支持我 然后遭遇了一些不公平的对待的时候 你们也以你们 作为我最坚强的后盾 然后一直在保护着我 所以我很欣慰也很开心 也希望未来的路能够一起走 我也会去做 作为有俨然该做的事情 塑造更多的角色 拍摄出更多更好看的作品 希望你们可以 能看到我更多的好的作品 一起努力吧 一起加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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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